V棒来到了脚底下 库库这个时候要站起来啊 库库 散兵已经倒地了 那这样的话 XQF瞬间倒地两人 难道威放会成为XQF的破壁人吗 镜面已经在烟雾内被击倒 一颗雷应该是能够收掉镜面 库库躲掉了一颗雷之后 散兵好像也在被扶 一切的势力 一切的顺风顺水 都在朝XQF这里吹 因为威放这边先开了枪 所以说城内的其他队伍也是安逮不动 威放居然是先发之人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XQF这边帮助他们的人有点多 没关系啊 这一波其实没有打完 威放也是三个人成功进到了防止区 另外一位LK开始攻捞野狗了 这个节奏实在是太快了呀 捞野狗bug在楼上 还有一个人没有扶起来 现在只剩97在一层楼 一打四吗 一打四吗97 97听下声是一个乌姆斯啊 应该说没有子弹了 换枪吗 一打三 手机带走一个一颗雷 在封楼 楼梯 这颗雷能不能炸倒三个 俘禄这边也是后巴尔先制 三个人绑到了竞点 刚才我们可以看到 在话说之间的XQF那边也是在进行一波争斗 现在来看的话 另一应该是还群活着 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甲蛇狗越来越复杂了 葫芦的终结 来到这个位置要终结两个队吗 打到一个 7-4打得太入迷 没有看到旁边的终结 终结终结了7-4 这个时候我看到V放好像也在放黑枪 哦 那这样的话 葫芦应该是有机会的 但是只剩下中结一个有胜力量 中结 话说之间中结也是没有了 这是什么风水宝地 居然同时吸引了这么多的战队 都过来这个地方 本来我以为葫芦可以后发而先制 但没有想到Loreg和LK 共同杀了一个回马枪 在这个安全区边缘的两个防区 打得这么激烈的 同时安全区继续往中结上 那对于整个安全区南边的队伍来说 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有自己的独牢可以精神 最坏的结果就是整个区域只有一支战队 可以成功进入到安全区 咱们划分两头哭哭从天而降 您先被淘汰了吗 自弹灿来了 FGA擅长FPP的这支战队 现在四个人被打倒了两个 一颗雷把自弹灿炸倒 身后的员呢 火力输出呢 一把大盘击 这边FGA居然是战成了一条线 战成一条线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了 战场当中雷声四起 但是RNG这边似乎是稳住了 能不能拉一下阿灿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看场上的这些小将 怎么去终结这个残局 清晨先行倒地 AIL一下子完成了两开花 RNG有点难受 因为是被居高零下了 只能是选择伏地 但你伏地又能怎么样 对方是高空失业 RNG被请掉两个 只剩下自弹灿 如果自弹灿在搅局之前被带走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前看到 应该是四打三的作战 RNG这个时候打得有点闲云野鹤的意思了 自弹灿在爬 先开枪已经被发现了 其切反向侧身 使出了RNG的密技 密技猫转身吗 那么现在的话 场上也剩下了一个四打三的一个局面 最后两队究竟是ALL能够拿下地场胜利 还是RC Cream能够坐镇 能够让他的强队的身后还能更强亮一些 我看到了RC Cream这边的话也是有点难受 因为人数上本来就是劣势 而这边AL突进的非常猛烈 直接来到脸上 瑞德一个人先击倒一个 在烟中能不能反复穿杀 没有办法 最后还是让我们恭喜ALL